大家好,我是小易 今天呢准备去山岭 大家看今天天特别的好 特别的蓝 蓝天白云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大暴雨 就是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被那个雨惊醒了 其实在泰国青麦这边 很多人也是 今天我去上课 英语老师也说他也被下醒了 而且他是住在妹里 离我这边还有几十公里的地方的 今天呢我要去妹林方向 然后那边有蒙站山 去体验一下泰式的帐篷酒店 泰国人呢也非常喜欢到户外 非常喜欢大自然 所以呢他们在山里啊 还有非常漂亮的地方 都建了很多那个帐篷酒店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 刚才大晴天 一出门阴天下雨了 看一下这边的风景怎么样 现在有点乌云 估计晚上还是会下雨 他们在摘白菜 在摘白菜装车 明天看如果还在的话 还想管他们买一框白菜 我们去帐篷里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 大吃不大 有个冷气机 还有个烧水壶 这边呢可以挂衣服 还有一盏灯 但是外面风景确实不错 有点阴天可能要晚上估计又会下雨 这边呢外面有卫生间 然后有洗澡 烧热水洗澡 然后咱们再去一个木屋看一看 现在价格是800株一间 木屋跟帐篷都是 这边外面种了很多花 有个小电视 然后卫生间是在里面 是这样的 因为在山里啊 也都比较简陋 有个小风扇 窗外还是很不错的哦 现在准备去吃饭了 也拿了自带的火锅底料 今天呢吃火锅 编外景 要站着吃 两锅火锅 嗯 锅炉子都先买了 把它给你拿去 能烤着吃 烤着自知 真的分情 对啊 我去看看业界了 这边 这边有个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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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卫生间 今天就住这里了 在晴天了 远沙还有很多云 刚摘的白菜 十桌一公斤 这里的猫菜 山上的非常的甜 昨天有吃的 一分 哇他的腿上好多花粉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点赞关注以及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